大家好,我是健身管理师李雪豪 最近快入冬了,防寒身边大事 今天有寒气的人秋冬不是这里痛那里痛 就是三天两头一生病,还容易睡不好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身体的纯阳大穴 能帮我们虚寒还阳助睡眠 还能帮助身体围春长寿 这个穴位叫做深脉穴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找一找 我们现在找一下深脉穴的位置 深脉穴在我们的脚踝处,脚踝的外侧 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骨头,是我们的外踝骨 外踝骨上最高点是外踝肩 把它定位出来 定位出来之后,从外踝肩向下 垂直向下,在这个外踝骨的下端凹陷处 这个位置就是深脉穴的所在了 深脉穴属于膀胱经,它是对穴 左右两只脚上都有,那么它们的定位的方法 是一致的,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找一找左边的 然后呢,自己去试着找一找右边的 找到位置之后呢,咱们刺激深脉穴的方法有三个 一个是按揉,就用自己拇指的指尖 垂直向下按揉,然后轻轻的揉动 左右两只脚你可以同时按揉 那每次按揉是三分钟左右 每天可以按揉一到两次 深脉穴它通入阳桥经脉,是属于其经脉脉之一 主一身左右之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深脉穴可以作为一个脚上的驱寒大穴 它可以改善振分阳气,桥医生的寒症,达到驱寒骨阳的作用 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在边里准备一块刮砂板 然后拿刮砂板的一个凸起的脚 沿着施脉穴这个位置 从你的脚踝往脚背上刮一刮 当然在刮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当地用一些精油或者热肉 刚刚讲的这个羊桥脉,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身体的阳气之桥 它能够打通身体阳气的桥梁 那有利于我们血管的通畅 比如说平常的血管不太好,有一些梗塞的人群 咱们多按这个深脉穴就有利于保持血管的通畅 减轻一些身体的痛苦 好,刮的方法也是每次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三种方法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准备一只爱救条 好,我们拿爱救条,爱救深脉穴也是非常棒的 爱救的时候,手持爱救条握紧了垂直于穴位的表面 大约距离你的皮肤呢,是8到1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 你自己感觉到皮肤微微的温热,但是不烫微度啊 垂直揪 那在爱救的时候,左右两只脚,咱们可以各救30分钟左右 你可以三天救一次,或者两天救一次都可以 平常腿脚比较凉的人 爱救一会儿,你就会觉得这个热气啊,源源不断的从你的腿脚上散发开来 是非常舒服的 身脉也是我们人的一个抗老穴 大家听过一个词叫做热胀冷缩 其实我们的筋也是一样的 我们阳气不足身体偏寒的人 这个筋缩会比别人比较快一些 那筋缩呢,人就会老 我们的腿脚啊,就伸不开 走路腿疼,走路腿脚不利 那我们经常去爱救或者暗柔伸脉穴 就有利于调动我们人体的阳气 伸展筋脉 让你走路了这个腿脚都更加的轻快 这三种方法 大家用哪一个都可以 每天选择一个来坚持做就可以了 那好多人呢 腿脚寒凉,晚上睡觉 总是睡不好,入睡比较困难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肾不骄 也就是咱们的肾水啊 上不去,心火下不来 就导致我们心里面心烦 不自乱想 但是呢,腿脚又是冰凉的 这个时候按揉身带穴 也是有利于温暖我们的下肢 温暖咱们的肾水 让你能够心肾相交,睡眠更好 总之呢,身带穴是一个 对身体来说非常好的保养穴位 不管是上了年纪的人 还是年轻,但是体寒怕冷的人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来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养 每天按照两次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 好了呢,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还想学习更多 经络穴位的养生方法 欢迎订阅我的课程 家庭版十二经络疏通法 带您学习身体的每一条经络 并且找到经络的预渡点 徒手打通它们 在家养出好身体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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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